黄晓明和Angele Bobby的儿子小海绵出生以来 夫妻两就对小海绵照顾有加 从不在社交平台公布照片 平时出门也是放着记者们拍到小海绵的脸 可就在今天 港媒曝光了一组偷拍到Angele Bobby带着小海绵出行的照片 首次把小海绵的正面照片曝光 小海绵的脸蛋萌嘟嘟的 很像黄晓明小的时候 但是在曝光照片的时候并没有为小海绵面部打上马赛克 这引发了网友的许多争议 Angele Bobby在之前就已经表示过 暂时不会曝光儿子的照片 想等到孩子大一些了 再征求儿子的意见决定是否曝光 同时也希望媒体能体谅一下 所以在Angele Bobby发出来的照片中都没有小海绵的正脸 多数都是背影 这次港媒曝光小海绵正脸照片 是确实惹到了父亲黄晓明 在照片公布出来后 黄晓明立即在微博上发了一条 微博斥责港媒 我对人对视对媒体都是保持着礼让的态度 但是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无良的媒体 如果涉及到家人孩子 我跟你死磕到底 不少网友也是纷纷声援黄晓明 曝光孩子照片根本就是侵犯隐私 支持晓明哥 有请不吝点赞订阅